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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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大家好 好 今天很高興 介紹一個美女 還有一個工師 名嘴 蔡玉珍 我們把時間交給她 好 好 OK 我用綠色的 好 好 大家好 哇 這麼多人 這個很震撼 剛剛秘書長說 我看起來好像睡著 確實齁 這麼早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這個 應該說一起研究 因為我做記者22年 那我純粹只是把我 二十幾年來的經驗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要做記者 你要怎麼做 但是很多人說 你們現在記者 尤其是 尤其是名嘴 都黑白做 都在那裡 這個 臭改 前兩天 我還在網路上看到一個笑話 他說 馬西平有一天 參一個老農夫去餐 裡面 去田裡面 結果呢 就看到那邊有兩隻烏龜 結果呢 他就說 這兩隻烏龜是在做什麼 那 老農夫就說 他們在比賽看誰先動 向心當 就輸啊 結果 馬西平呢 就說 根據我的考究 根據我的這個 那個歷史調查研究 有一隻 頭上有甲骨蚊 那有甲骨蚊的話 一定是死掉了才能磕的 所以喔 你看 這已經死很久了 結果隔壁的那隻烏龜呢 就聽一聽 就說 就起來動一動 就說 啊 他講了一句 你娘咧 死掉了 以前說咧 竟然 竟然 竟然讓我這樣子忍這麼久 結果後來呢 那隻磕了甲骨蚊的烏龜啊 就說 名嘴的話 你怎麼可以信呢 你輸了 所以喔 我來跟大家是分享 那分享是 分享我個人的經驗 分享我個人在 跑新聞的這幾年 當然就說 從民國82年 其實我常在電視上說 那個 現在 現在在總統府裡面的那個人 從民國82年 他在法務部的第一天 第一天我就在 我就在那個 這個 那時候是 這個 智力早報 然後呢 就跟他很熟 然後到現在呢 到現在 他坐進去總統府裡面 我們就覺得說 有時候會覺得說 台灣有點悲哀 就是說 有時候 一個領導人 然後你看他 你會認為說他 何德何能 有什麼能力 有什麼 有什麼這個本事 去坐在那個位置上面 我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的經驗也還蠻豐富的 好 那在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對不起 要用 對哪一邊 對那邊 不會動 開 剛剛有啊 因為剛剛這一張開了 所以應該再下一張 欸 再下一張 怎麼會 動不了 OK 好 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講說 我跑新聞這幾年 然後呢 怎麼去監督這個政府 怎麼去讓大家了解說 很多事情的來龍去脈 可是這些來龍去脈 不見得都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都會有不同的解讀 就是說 明明這條新聞 明明這件事 可能喔 每一個人的解讀的方式都不一樣 所以呢 我只要跟大家講說 要怎麼樣的來調查這些東西 想最近很多人在調查說 啊 朱立倫 朱立倫他家做了多少的生意 做了多少的事業 那到底要怎麼樣的來查這些資料 怎麼樣來把這些東西查得很清楚 那這個清楚是說 呃 現在大家都知道說 電腦可以人肉搜索對不對 那我就來跟大家講說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夠人肉搜索 那這樣的一個人肉搜索是說 啊 你過去做過什麼事情 然後你講過什麼話 然後呢 這個很多人是可以 我們用他的歷史的軌跡 不管他以前轉藍轉綠 或是他幫誰做事 那轉藍轉綠之間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分析 做一個比較說 啊 他過去做過什麼事情 所以喔 我請大家講 呃 這個 有些人 比如說我們來想 過兩天 這個人會來跟我們上課 叫陳學勝 那他呢 他是誰 然後他有什麼樣的背景 他老婆 他的家庭 也就是說我假如出一個題目 我跟大家講說 欸 你們 過兩天會碰到 他來幫我們上課 可是呢 他過去有什麼樣的事蹟 那有沒有辦法 了解 那比如說 欸現在這個 王歆怡 我這舉幾個例子 舉幾個例子 說 像這些人 像這些人 如果說有一天新聞出來 你要去調查他的事 你要去調查他的所有的過去事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把它給查清楚 除了大家都說 啊 吳玉森 違格606 嘛 那可是呢 那天 他被查到的時候 他被 呃 欸 對不起 他被人家 他被人家 查到說 去違格的時候 那結果有很多的記者 很多那個新的記者就跑來問我說 喔 玉珍 我要去賭他老婆 請問我要去哪裡賭 那我就告訴他說 很簡單啊 你就查財產申報啊 然後看他住哪裡啊 那他財產申報上面有兩個住家 一個是在 呃 這個大安區 一個是在淡水啊 那就這兩個地方啊 那你就問一下啊 問一下他到底是住淡水還是住大安區啊 好 那到底要怎麼樣的查出來 那甚至呢包括說 他老婆 什麼孫仲瑜啦 然後劉娟娟 這些資料是怎麼查出來的 包括高金數媒 現在還是在 呃 立法院對不對 好那我如果要查他 所有的這些相關資料 他過去 打過多少電影 打過多少連相局 然後你要對他很快的了解 所以我想說 過去 你的過去我來不及參與 但是你的未來我絕對不會錯過 要怎麼樣才能夠不錯過 那甚至呢 嗯 包括了說 OK 陳文倩 我要怎麼樣查他的秘密檔案 這些這些相關的資料 你看都是記者寫過的新聞 可是我想問在座的各位是說 如果有一天 這些功課 這些人 這些事 像 我們有時候有些高高 位置高高在上的人 就像吳志揚說 我就不知道夜市委那麼爛啊 我就不知道夜市委以前過去 幹過多少壞事啊 啊 我們在電視上在告訴他 他不是吳志揚 他叫做吳志障 為什麼咧 因為 夜市委過去幹過的事情 隨便查就知道說 他以前在玉山國家公園 他以前在陽明山國家公園 幹過多少壞事 就像我們在說阿扁 那時候我們在信任經濟酒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是類似的 就是說 這個人來到你的生活 旁邊要幫你塞人 要幫你做什麼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辦法了解他的過去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然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相關的經驗 那在跟大家分享這些資料之前 我先問一下 都有在上電腦的人可不可以舉手 就是你都會去電腦頭上 這樣打電腦 那比率還蠻高的 因為現在真的是拜臉書之刺 為了要臉書 大家就說我來電腦裡面查看看 好所以呢 我開始要這些東西 通通都要用這部電腦 然後用電腦呢 可以把所有 你可能說林志生住哪裡 我們這一棟這個土地 我們這個台灣 我們這個法治地位法學院的土地 然後我們的所有權人 銀行借款 我跟你說等一下 你們都知道說 到底要怎麼樣查 都完全可以查得一清二楚 好那第一個可以查的是 包括你拿到一個名片 你如果拿到一張名片 或是說你看到有一個人給你一個 就是說他說他是什麼什麼公司的董事長 那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經濟部商業司去查看看說 這間公司是不是他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前兩天有一個保全公司董事長 說他要跟我合作 開一個小小咖啡廳 小小的金子會把鼻子聽而已 很小 好結果呢我想說 他是保全公司董事長啊 沒有問題 結果我要跟他簽約的那一天 跑來一個女生 找來一個有一個女生 他說這些東西都是我的 然後呢這個人是我在養的 我想我想說怎麼回事耶 怎麼會冒出來有人跟我說 這個男人是他在養的 好結果呢我就上去看某某保全公司 沒錯董事長就是這個女生 然後呢這個跟我見面的這位董事長呢 也只是裡頭的一個小小的股東這樣子 那我終於明白了他為什麼可以跟我嗆下說 這個就是我在養的 真的是公司登記就在他的名下 好那再來呢就是這叫地震資訊網 地震資訊網的話就是說 你用一個地址 比如說仁愛路三段53號 這間叫做地保 那你用仁愛路三段53號 我整個地保裡頭 大家可能常常看到我在電視上講說 那有一個雙母 黏音雙母兒是誰誰誰都不知道那個 那個女人說我在電視上毀謗她 公開她的私人資料她要告我 我說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 說要告我的又不是只有你一個 以前等一下你會看 等一下以前唐飛啊 還有什麼陳旅安啊 每個人都說她要告我 到現在我等他們等好久了 都沒有人來告我 那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那個女人喔 買了一間地保 錢也不知道是誰付的 可是呢 她就把那個貸款 第一胎 第二胎 第三胎這樣帶出來 她總共帶了四胎 真的就是帶了四胎 那第一胎呢 六千多萬 第二胎三千六千 六千這樣搬出來 就把一間地保帶了四胎 最後是中租敵盒 第四胎帶給她 那這資料我為什麼敢講 因為 我叫 我叫彭懷南說 這樣子炒房 這樣子炒地保豪宅 你能不去查嗎 我是要講給彭懷南聽的 結果那個女人說她要告我 那因為我都有書面的這個資料 我才不怕她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很多人說 最近五四新觀點裡面 我們常常提到幾個人 蘇慧珍 李明哲 甚至 我在電視上就直接講說 我們的立法院長王金平 民國六十八年的時候 就去到地國旁邊跳票 那為什麼我敢講 因為資料我都查過了 在中華徵信所的這個資料裡面 從民國五十五年到現在 所有 所有每一個人 你有身份證購買 你有身份證號碼 只要你退過票 全部的資料都在 就是都沒有消失過 這個就是我也要跟 我常常在跟很多年輕人講說 你們不要以為說 你們剛踏入社會 你們去搞個卡債 搞個什麼東西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資料 全部都在檔案上面 所以我才要提醒一些年輕人說 當你們踏入社會之後 如果你要想做壞事 想做一些騙人的事 那凡走過是都會留下痕跡的 好 再來呢 再來呢 最近我們講說 朱立倫他的岳父 高玉仁 他的公司去採購了 去接了很多很多的政府的案子 那這到底合不合法 那朱立倫說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什麼 炒這個什麼 就冷飯熱炒 他說這個叫冷飯熱炒 其實不是 其實根本就不是冷飯熱炒 我們政府有很多人 包括很多位置很高的人 他退下來 我們的政府很多關門 譬如說 這個國安局長 蔡德勝 他下來了 他退下來了 他最近呢 他最近呢 就要去幾個公司 可是這個公司呢 為什麼要找他去 因為他是國安局長啊 他的政府關係很好啊 他可以回去做很多生意啊 所以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的唐飛是國防部長啊 他退下來之後 專門去包我們國防部的生意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監督他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它揪出來 然後讓他只要手伸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擋下來 唐飛是被我講到不敢了 那我等一下把這個故事跟大家講 好所以呢 所以 現在一堆人都會用Google 那Google上去之後呢 可能大家講說 哎呀Google 除了Google之外還有什麼 這裡我先跟大家整個做一個分析 除了Google之外 經濟部商業司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財稅資料中心 財稅資料中心就是我們五月份要報稅 要報稅的時候 你要跟他報的那個機關叫做 財稅資料中心 所以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報稅 所以呢 我們的資料都會在財稅資料中心 那這個中心呢 這個中心呢 財稅資料中心呢 他可以做什麼樣的 他可以做什麼樣的用途 就是說 你如果開一張票給我 結果呢 你跳票了 那我要討 我要跟你要錢 我要給你投錢 要怎麼投 很簡單 我就拿這一張支票去法院 申請一個叫支付命令 那申請了支付命令之後呢 我就可以花五百塊 花五百塊 去將你的報稅 你的稅籍資料裡頭的土地 房子 所有權狀 還有銀行帳戶 還有股票 全部通通都調出來 所以為什麼周玉寇會被連贊查封 周玉寇不是像電視說 我只叫個誹謗蘇一 輸給他之後 輸給連贊之後 然後呢 連家就在報紙上登了廣告 然後要周玉寇付錢 那周玉寇為什麼他的房子會被假扣押 就是因為 連贊他請了律師去財稅資料中心 掉了周玉寇的財產 然後全部給他查封 另外還有一個人 也是同樣的被查封 但是呢 他現在裡面所有的名字 所有的名字都不放錢 就是溫森 因為溫森 溫大哥呢 他也同樣的 也被連贊 被連家這樣子對待 所以他現在上電視 他都這樣三千塊簽名 就是這個名字簽了 那不在他的帳戶裡面 所以連贊扣不到 因為連贊到現在還在扣溫森的錢 這就是連家家大業大 他是不放過你就不放過你 所以為什麼周玉寇要上電視講說 連家是不會替別人著想的 因為當年他要登廣告的這些錢 他跟他說我們交給社會福利機構 不然我們就來教育孤兒院 不然我們就來罕見疾病基金會 結果他找了七八個人去跟連家溝通 連家不理他 不理他 他說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我把錢捐給你連鎮東基金會 由你連鎮東基金會 轉出去給指定的社會福利機構 連贊不甩他就是不甩他 所以為什麼他會這麼生氣的 在連勝文的選舉上面 很多人講說 不然他們是什麼祖公啊 什麼東西去得試就好 沒有 就是他很看清楚了 連家是非常非常沒有良心 沒有道德 沒有社會責任 而且他在對付人的時候 他的手段絕對不輸給郭台銘 好 那在接下來呢 接下來還有一些 像這個司法判決 政府電子採購網 這個都是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講的 還有財產申報 內政部警政署 另外還有一些我們的政府公報 我們的政府公報就是包括說 你塞車 你開車 結果呢 你違規 或說你的車子因為排氣管的污染 然後呢被開了一個罰款罰單 那你的車籍資料都會出現在這邊 還有另外呢 另外 我們有很多的報紙 比如說中時聯合財訊 還有中央社 很多的資料都會告訴你說 過去這段時間發生什麼事 像比如說聯合報 從民國五十年以來的所有的文章 比如說馬英九當年他還是學生的時候 他做過什麼事 他拿了什麼獎學金 馬以南在那一年他去當槍手 去替人家作弊考試 那為什麼我們都敢講 因為呢 在這些歷史檔案資料裡面都在 除非說你有去更正 對於說 你已經去澄清過 去公開澄清說沒有這件事 那否則的話 所有的文章每一篇都在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說 不可以做壞事 因為做壞事 下過了 為什麼現在我們的記者 我們的新聞 沒這麼久 就像 一個柯文哲跟李鴻元 的咖啡廳 在我的咖啡廳 可以搞得完全沒有是非 就是完全大家都看不清楚 我只是因為他們去那邊喝個咖啡 吃個東西而已 然後因為我們有另外一位好朋友 要選舉 結果他就把那個照片PO上去 那大家就按照照片來說話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你看 這個 有很多話是不能相信的 因為 講到這裡我再講一個笑話 那個 我們有一位大姐叫黃月衰對不對 黃月衰他有個弟弟叫黃月紅 為什麼我一定要講他 因為他說我如果要講這個笑話的話 一定要講他是他的版本 他很少上電視 他也不喜歡上電視 他說呢 現在名嘴跟那個華西街的工作 有一點像 為什麼 因為以前啊 他們家說記者 你看什麼原地公開 什麼來稿什麼怎麼樣對不對 他說現在呢 名嘴也是 第一 第一 他們有六大共同點 第一 都用器官在賺錢 第二 器官張開 嘴巴一張開就有錢 對不對 第三 都會傳播病毒 有沒有 都很多病毒嘛 因為 有很多是是非非的 好 第四 你要叫得越大聲 演得越好 然後客人就越高興 對不對 你看那個 那個什麼幹的 那個 中天那個什麼幹的 然後呢 在反服貌的時候 他還要在面對電視 說哇 你看多有人 我好想把他的扣子打開 那就要演得很像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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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呢 你除了有經濟人 比如說 有很多藝人 你除了有經濟人之外 不然價錢都一樣 三千到五千 價格公道 都一樣 第六 有第六個共通點 他說 第六 都在扯淡 所以 所以啊 我覺得我們的秘書長很勇敢 然後呢 也讓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這些扯淡的經驗 因為現在人家在講說 你知道那個人是誰 那個人就名嘴啊 名嘴蔡玉珍啊 好 OK 好 來 那個 接下來 接下來 接下來是有一些 大家也有做高評 也有做一些投資 那公開資訊觀測站 怎麼看 怎麼看 很多的上市櫃公司 跟大家的一些交易 所以為什麼會有紅火案 為什麼會有這些 上市櫃公司的弊案 要從這裡來找 從公開資訊觀測站 還有從什麼 從一些 未上市啦 那另外呢 還有幾個跟房地產 房地產有關的 就是 你要去查法拍屋 你要去查法拍屋 你要去查土地的所有權狀 這些是最主要的 另外呢就是我們中華徵信所的這些 所有的巨網資料 這個我剛剛跟大家講過了 好 所以我用一個總表 來跟大家做一個整理 就是說 你到底是要怎麼查 查個人 你要查個人 可以說過期一些事情 然後呢 比如說個人的公司 然後經濟部商業司 就是這樣的個人 那如果說你要查一些投資 投資相關的 就有這些東西可以找 那如果你要找的是房地產 你要找的是房地產 那就是這些這些這些 包括永慶房屋 信譽房屋 然後呢包括 新興天然瓦斯 大台北瓦斯 還有台北市的都市計畫更新處 就是有哪些案子在做都更 那這些呢 這些呢都是跟土地跟房地產有關的 所有可以查的東西 這些 這字有點小啦 那我等一下主意的跟大家來 分享一下 這個我先很快的跳過去 因為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說 我個人覺得 不管在座各位 如果你要跟你的小孩 跟你的剛剛要踏出社會的年輕人 你們一定要跟他講說 做事情要有計畫 那我其實只是一個 我其實只是一個 嚴格要求自己 要按照計畫來進行的人 那我是在每年的除夕 我都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今年要做的 所有的工作 全部通通都列出來 比如說呢 我要帶我媽媽去做健康檢查 我要寫 我博士論文還沒寫完 今年 從去年流到今年 那其他的呢就是 我要賺的錢 然後我要做什麼事 我要去哪裡玩 然後呢去開了一個 廣播電台的代狀節目 那另外呢要去哪邊旅遊 那旅遊要兼投資 這些呢都是 我覺得我 我的人生裡頭 每次 包括我要做 今天要來跟大家上課 那都是我 人生計畫裡頭的一部分 好 那其他的就是一些 投資相關的東西 接下來呢 接下來 進到要開始查資料了 第一個 大家打蔡玉珍 一定會看到用Google 對不對 Google裡頭 我常跟很多電視台講說 你們要寫我的學經歷 你們只要打 維基百科就可以了 可是呢 維基百科上面 除了生日以外 除了出生的這個日子之外 就是1964 除了這個是錯的之外 其他都對 這個真的是錯的啦 你看我像五十幾十 超過五十歲的人嗎 這是錯的 那 那我就不想改啦 謝謝 沒想要改啦 那只有我個人知道這個是錯的 那其他都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跟大家談一些 要監督這個政府 要監督很多的官商勾結的必要的一些工作 第一 第一 就是我要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的唐飛院長 當年阿扁做總統 請他來做這個行政院長137天 他那時候幾乎都在看病 那結果呢 他下台 離開行政院之後呢 他就開始去做生意了 那我當然不能忍受說 那你們這樣子好像好康的都你們家的 小老百姓日子過成這個樣子 那你們呢 都還是這樣在過好日子 所以呢 就有人來跟我說 唐飛去一家公司叫易康 這家公司呢 接了國防部很多案子 那他到底是坐領甘心還是怎麼樣 要我去查清楚 就只有一句話 很多人都會跟我們說消息嘛 小道消息對不對 那小道消息之後呢 我就要去做一件事情 那也許站在唐飛的立場 他說 欸這個 我反正呢 就是從政府部門下來之後呢 就是要找個事做啊 問題是找個事做 你不能夠再去浪費公堂啊 那進戶 你說南港輪胎這種事情 是公司內部的犯罪 可是呢 你是浪費公堂 你從行政院國防部下來 然後呢 去做一些國防部 跟所有的部會的生意 大家看著唐飛 大家也立正站好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查清楚 那我是用一個鐘頭 把這個事情查清楚 那這一個鐘頭怎麼做 好 第一個 這家公司叫易康 他接國防部很多案子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始架構一下說 如果我是一個新記者 我要怎麼去做這件東西 要怎麼把這個新聞給寫出來 而且要寫的不怕被唐飛告 這件事情很重要啊 不能被他告啊 好 所以第一件 第一個動作呢 我就去經濟部查 易康這家公司 那就是在經濟部商業師的易康 查了在這邊 這個就是經濟部商業師裡頭 有公司跟分公司登記這裡 查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呢 好 查了之後呢 你就發現有 確實有 易康股份有限公司 查出來呢 他的資本額 10收資本額6億 董事長叫楊建剛 這個人叫CK楊 那在政府 在所有的這些公家機關很活躍 那他的地址在這邊 所以很多人說 我要去公司拜訪怎麼辦 地址就在這裡啊 那如果說這是一個住家的話 就像以前我在寫陳正中 他成立了很多家公司 跟他的鴻福建設 做內線交易 關係人交易 就是為什麼 他那些公司 都塞在一個 細紙的一個公寓裡面 那就是違法的 那所以陳正中那時候喔 在 他那時候去我們自立早報 接手經營嘛 那他說 我去買一個報紙 結果呢 養了記者 天天都在頭版罵我 那個人就是我 因為那你就做壞事啊 沒辦法啊 那我領你的錢 大不了我不幹嘛 不然你給我資遣費走人啊 好 那這個就是公司地址 好 那公司地址之後 查進去之後 來 來 結果呢 公司地址的上一個 上一個 這裡有一個叫做董監事 等一下 對不起 嗯 這裡齁 這裡有一個叫董監事資料 就是這個是公司基本資料嘛 這個叫董監事資料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查那個 嗯 查那個 鼎欣衛家 鼎欣衛家 他 他賣那個油 賣那個免載油 就是我們這樣沾車油 那 那些免載油 為什麼他那家油行公司 結果呢 他的 底下的投資公司 全部通通都是鼎欣衛家的四兄弟 為什麼我們敢這樣講 因為都查過了 好 那 就是這個董監資料 那董監資料之後 確實看到有一個人叫唐飛 就是唐飛 可是唐飛有可能同名同姓啊 大家不要以為唐飛這兩個字 就不會出現同名同姓 一定會 所以呢 我就用104 打電話說 請問益康公司的登記是 電話是幾號 就打到公司去之後呢 小姐接的 我說喂 請問一下唐飛 唐先生在嗎 然後呢 他就說 他不在耶 他很少來公司 那 我說 那請問他就是我們的行政院長唐飛嗎 他說 是啊 那個時候電話都在錄音 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都知道說 接到記者的電話都要洗你 都不能隨便回答 因為呢 每一通電話都在錄音 而且都會成為陳唐正貢 所以記得喔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隨便接了一個記者的電話 不是講說雜種雜種嗎 就被一直重播有沒有 那就是因為他沒有經驗 接到記者的電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能說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不然的話就說我們見面談 那見面談 見面談 錄音機也可以放 好 那結果呢 他就說 是啊 他都沒有來上 他很少進來耶 那很少進來就表示他坐領甘心當門神啊 開玩笑 那你就跟他聊 聊完了之後呢 好 確實是他 那確實是他之後呢 那當然包括他的董監事裡頭有誰 有包括華泰的杜俊元 這個杜俊元就是捐15億 然後呢 號稱他是大善人的那個人 那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呢 他捐的那個15億是道路用地 他的成本只有不到2億 然後他捐了15億去抵稅 因為他那一年公司掛牌上市 這種叫做大善人 我們社會很多人都這樣啦 好 那是唐飛是他之後 接下來我就要查什麼 我就要查他接了多少政府工程對不對 就開始要查啦 下一個要查的是 政府電子採購網 就是這間公司這麼多政府工程 那這個公司如果說他是拒絕往來啦 或是他是連帶保證 但我昨天碰到那個以前呢 專門接總統府 扁政府時代專門接總統府工程的一位丁先生 他說 他說 玉珍 我也叫你害得很慘 我說為什麼 我說 當年我們在講新生南路4樓的夜間部 俱樂部 有什麼高志鵬啦 有郭文斌 有誰去那邊招待所 我說 我記得了 因為我在6樓上班 我公司在6樓 你在4樓你是夜間部的同學 那一家公司也被我寫過說 他接了多少阿扁時代的總統府的這個維修工程 那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所謂的政府電子採購網去查 查他到底有沒有連在保證責任廠商 拒絕往來廠商 還有優良廠商都在這上面 所以大家說 以前在做行李信用很重要 但是現在的這個現在的社會 騙子用搶的都在搶了 所以呢他們就會盡量的去做一些 見不得人的事情 所以才要訓練大家說 要有能力來處理來面對他們 那包括這些公司 比如說我之前就跟很多的這個立委講說 921大地震 那你們說921大地震的很多工程 都是少數人在壟斷 那你們就上去查 查看看他到底有哪些工程 就是由他們包下來的啊 你看中科院國防部採購局 這些案子都是益康公司包的 那我是把它全部整理下來 就是全部整理好了 從他卸任行政院長以後的 每一件每一件全部都整理好 然後呢就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 叫做 唐飛無官一身輕 然後做國防部的生意 益康公司生意不小 董事長來頭更大 因為他找了好多人都很大尾 都很大尾 那這篇文章從2002年 從2002年寫出來之後呢 他的乾女兒黃寶慧就說要告我 公開的因為他也是 他現在跟王令玲在一起 他也是記者 他從當年就說他要告我 那我等他等了12年 到現在為止他好像還沒有來告過我 因為他不敢告 好 那就是這個就是唐飛的這樣的一個例子 好那除了唐飛之外 我想大家應該碰過很多的騙子 碰過很多很多靠立委 靠什麼很多的這個政府官員 甚至靠名人在詐騙的人 這個人說他18歲賺到一億 那18歲賺到一億這個人 把所有台灣的記者都騙光了 包括沈春華包括鄭鴻怡 包括所有的人都請他上電視做專訪 那有一天 有一天呢 我去追蹤一個叫做地雷公司的老闆 我要去找東榮五金的那個很落魄 很落魄的那個董事長叫范芳奎 結果呢 剛好 剛好因為范芳奎被警察被抓去警察 抓去警察局 結果竹聯邦的堂主去抓 那那個堂主跟我很熟 那他呢就幫我約了這個東榮五金的老闆 結果我在等范芳奎來的時候 就有一個電視的螢幕 他就打那個拍點滴礦泉水 電視打工狗 結果那個堂主喔 那個堂主叫姚威 姚威就說 好這個是現在全台灣最不會建設的 說他18歲又賺一億 他18歲在太原管訊 是我在管的啦 就這樣 所以有時候齁 人要出事情的時候齁 也要老天爺看得到 如果不是因為姚威這樣講 我還真的沒把握 但是我知道這個人是騙子 可是呢 像這樣的人 你要戳破他是騙子 要有相當大的功夫 所以齁 老闆這樣說了 他講完之後 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掉他的口卡 大家做過警察 有沒有人做過警察 做警察一定知道 口卡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掉他的口卡 可是呢 我跑新聞要掉口卡 被幫我掉的那個人 一定會被寄警告 或是被處分 所以我就必須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告訴他說 你放心好了 這個人絕對會出事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列案辦他 所以你要有把握說 這個人你可以列案 把他辦到有一天 把他送進牢房 我是用這樣方式去說服那個 幫我掉口卡的那個檢察官 因為我有把握 他一定會出事 結果呢 就用這種方式 掉出來之後才發現說 有這種小孩 有這種小孩 13歲就可以長葉詐欺 偽造文書 現在這樣的小孩很多 我覺得 所以各位家長 如果你是當爸爸媽媽 你真的不要掉以輕心 這種小孩真的很多 可是呢 他也很聰明 所以他可以騙了商業週刊的何飛鵬 何飛鵬呢 聽了他講說 他18歲的時候去加拿大 然後呢 他發現加拿大的人 都在拿著 一邊拿著 一邊走一邊講電話 結果他覺得說 這東西太好玩了 他就請 他就買了一支 這個手機回來 請秘書到電信局去開通 結果呢 他第一年就賣了一萬支 賺了人生的第一個一億 笑耶 何飛鵬竟然相信耶 然後幫他出了一本書耶 真的 台灣有很多的 這個 荒謬的事情 荒謬到說 這本書大賣 這本書大賣 那我把它寫出來之後 我寫 踢爆台灣新聞史上最大的騙局 那何飛鵬還是不肯認錯 他一直等到他再犯第二個錯 就是去AMD詐騙的時候 他才願意認錯 所以呢 這個事情就是 當時包括 這個傢伙後來多厲害 他從13歲開始騙 騙到28歲的時候 騙到28歲的時候 他去買了一個媒體 叫做商業時代 他買一個媒體 叫做商業時代 那這個商業時代呢 那個負責人叫彭姓朱 彭姓朱呢 還幫他寫了很多 因為老闆自己在 老闆自己是那個 自己的公司要做宣傳 開玩笑 所以 大家知道現在有一個媒體 有一個 台灣非常非常有名的媒體 被一個 38年前在香港 搶劫殺人的 通緝飯買下來 當董事長 大家知道嗎 這個人呢 他改了名字 好 那 他原來的名字 就是他原來的名字 我問過白狼張安樂 然後我也跟羅輔助羅董問過 那當然是因為警方也調過他的口卡 他 以前在一清作老的時候 叫子超 朱子超 現在呢 改了名字了 改了名字了 我講沒關係 叫朱國榮 他是國寶 做林古塔的國寶的董事長 大家只要上網去查 就知道說 當年在 當年在澳門的南通銀行的搶劫 殺人的這個案子 就是他幹的 可是呢 當他很有錢之後呢 就來買了一個媒體 現在的一個媒體 那這個媒體呢 是為了幫他漂白 然後為了讓他重新在台灣的社會站起來 我們老謝每次 每次只要講到說 我們財訊跟金周刊有一批人去 這個媒體的時候 他就說 蔡玉珍講的 因為蔡玉珍說這個人殺人放火 我想 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我在講哪一個媒體 好 那 那蔡玉珍的做法 就跟這個一樣 就是買了一個媒體 自己在做宣傳 那所以呢 要處理他其實是不太容易的 因為呢 商業時代就是被他買下來的 那所以當時我們就集體作戰 就是去訪問他 然後呢 甚至包括 甚至 你看我這裡有寫的什麼 什麼代宗人啊誰誰誰誰 都還是他的好朋友 然後幫他寫序 幫他寫序的 包括王金平 包括張青芳 包括很多人 都在幫他的忙 好 然後呢 就這樣子寫了一個 寫了一個 18歲 賺一億的 很荒謬的 在台灣的社會 這個 大家都會覺得說 這種事情是怎麼會發生 但是他就是發生的 好 就是這個 一個騙局 那這個騙局 是當年我踢爆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可能也會去買一些 未上市的 叫超島 我不曉得現在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家公司呢 成立了四個月 股價就 股價就90塊 股價就90塊 那有一天呢 是我哥哥跟我說 欸為什麼 商周 為什麼仙探 都寫說這家公司 裡頭是 再造一個李遠哲 然後呢 再 這個 再造一個李遠哲 再創一個張中謀 他說呢 這家公司 有這個 整個超島 全球的超島專家 然後包括楊世堅 包括 朱金武 李遠哲 如果你在一個公司裡頭 看到這些名字 你會不會立正戰好 當然會啊 這家公司呢 這家公司 非常非常的 這個 很會做宣傳 那他背後的這個人 叫王志勤 這個人叫王志勤 他是 倫敦 英國倫敦大學的MBA 在台灣的股市裡面 像這樣的做手級的 當年對 馬志玲開槍的 這樣子的一號人物 非同小可 所以 我當年寫這家公司 的時候 他曾經親自派人來調查我 有沒有接受人家的好處 那 結果呢 後來 後來他說 跟我做朋友 比跟我做敵人好 我說我當然知道啊 我當然知道 跟你做朋友比較好啊 結果呢 後來沒辦法 這個是我個人的人生經歷 就是後來呢 他把我拉著去飯骨喝酒 那我一開始的時候 碰到這種 七頭人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先24杯的那個威士忌自己賠醉 自己賠醉 自己賠醉 然後去處理掉這個新聞 那這個新聞呢 因為 王志勤在台灣的 在台灣的整個司法的檔案裡頭 也很紀錄輝煌 那時候我也曾經跟他 甚至包括跟羅董 羅浮助 我說像你們這樣的人 你們只要名字放在一個公司 或放在一個檯面上 大家都會很注意 菜鳥記者不會注意 但是我們一定會注意 羅浮助就很不服氣啊 說為什麼我的名字不能用 我就跟他說 因為你是大哥 所以你已經不太適合把名字放在這上面了 好 那 所以這個公司呢 就 就 包括了 這些被他拿來做宣傳的這些公司 這些大人物 我通通都主意的去採訪了之後 那 把他給 就是 你寫倒了啦 公司就真的寫倒了 好 再來第三個是 陳旅安 陳旅安他的形象也很好 當年呢 也把他的官色 陳陳的官色捐出來 呃 跟趙少康在 在那個 在口水戰的時候 那當時呢 陳旅安呢 他弄了一個 連鎖招商說明會 然後 因為他在賣這個安心便當嘛 你看 如果陳旅安站在這裡 說來來來 你們喔 一個人拿一萬元美金 我喔 來 大陸投資 我幫你們探錢 然後呢 我可以幫大家 兩年內 把這一萬塊美金賺回來 你們都不用再出錢了 那這樣子各位有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因為他一定騙人 好 當時他就是這樣子齁 他就是辦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說明會 在世貿 然後用的是 富裕創投基金 那 他這個 富裕創投基金呢 我當然我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去查一些 經濟部相關的資料 然後再來一些法規 也就是說 在這個整個法規資料庫裡頭去看說 到底他這個基金 在金管會 還有在整個的 這個相關的一些規定上面 有沒有容許他來辦這個基金 好 所以呢 這個基金喔 這個基金後來 包括什麼 他的這個大院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大院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叫孫春華 孫春華是他的女朋友 是他的女朋友 然後呢 他就專門就是 他就 這個 把所有的錢呢 吸到這邊之後 然後呢 讓孫春華去做生意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偉大的 這個政治人物裡面 像陳旅安 大家後來都還是很尊敬他 甚至呢 都還讓他去一些公司擔任董事長 可是呢 他真的是 不曉得我們要怎麼形容說 他是 叫做 叫做 誤闖叢林的小白兔 但是我相信絕對不是啦 我絕對 絕對不是 因為他後來呢 因為這樣的一個吸金案 我寫完了之後呢 結果 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法院 找了三個人 去問說 你要不要告陳旅安 你要不要告陳旅安 沒有啦 他可能不知道啦 那你被騙了你要不要告陳旅安 你要喔 我告訴你 去法院的人都說不要 所以最後他用簡易處分 就簡易處分還起訴 然後他就沒事了 就找了三個人到法院去說 你們只要在法院 這個澄清說明說 沒關係啦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 所有的被騙的人 隨便找了三個人去法院之後呢 那陳旅安的事情也就這樣子告一段落 好 所以 我接下來 接下來這個就是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在鼎新 在高 那個 鼎新衛家的鼎新自由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你看 都是他們家的四兄弟的這些相關的公司 那這個鼎立開發呢 這個鼎立開發就是 就是 去買下101的公司 這家公司後來就成為101的大股東 所以你看 鼎新衛家 他呢 他賣這個免載油給我們 然後呢 他的這些公司 再把錢轉出去 買這些101的大樓 然後買地保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這些財團老闆 他們常做的事情 好 其他的我想就跳過去 接下來要跟大家聊一些 財產申報的東西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 對付那種 他有財產 他必須財產申報的人 比如說 比如說有一天 最高法院的法官叫白文章 他呢 有一天 報紙上面說 他的兒子要娶陳敏勳 那我想說陳敏勳 哇 要嫁到他們家去 我就要查清楚對不對 結果呢 我打電話給白文章 他都不理我 都不理我 那甚至 他會覺得說 這個媒體的這些事情呢 他也不方便說什麼 後來呢 我就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到最高法院的政風市 去登記要查白文章的財產 那我登記完了之後 五分鐘 白法官就打電話給我了 他說 蔡小姐 因為他是林洋港阿港伯的廳長 我就本來也就熟了 然後結果 他就說 蔡小姐 我請你喝咖啡啦 我說 喔 那你都不理我 打了十通電話 你都不回我 然後結果 結果後來 他就乖乖的說 好啦 那他們那個小兩口 就怎樣怎樣怎樣 我說 那 我只是要去 算一下說 陳敏勳 嫁到你們家去 日子好不好過啊 那其實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財產查了還是要查啦 還是要去看一下 他到底有多少財產啦 那結果呢 我就是用這種方式 包括很多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 法官檢察官 你們只要知道 你如果覺得這個檢察官 黑漏沒坐 黑白坐 比如說台北地檢署 高雄地檢署 有很多檢察官 不是被逮到了嗎 你們覺得這個人有問題 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去查他的財產 因為所有的法官跟檢察官 都必須要財產申報 甚至包括分局長也一樣 我前兩天碰到林德華 他說 他說蔡小姐 我對你印象很深刻 你太認真了 你十幾年前就來查過我的財產 因為當時我在查有幾個分局長 跟股市的作手 結合的很厲害 所以呢 我就去申請查他們的 查這些人的財產 是我的跑新聞的手段之一啦 那包括了這個 就是公子 當然就是在公子人員財產申報裡面去查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財產申報專刊查詢系統 那財產申報專刊查詢系統 是比較粗略的 因為你查出來 比如說你查吳玉森 那查出來的時候大概是這樣子 台北市通話街一小段 地段地號 然後呢 不動產就土地跟建物 老婆是誰 小孩是誰 這是 這是這個 公報上的資料 可是呢 有一些人不在公報上面 你要去登記查詢 所以我曾經寫過 我們立法院的退票大立委 就是哪些人曾經退過票 我就是去查了財產申報之外 再去核對他中華申信所裡面的 退票紀錄 就這樣子 用這樣子把它查出來 很難耶 很辛苦耶 有一次台北大學出現那個土地 就是林百姓案的時候 我用了一個禮拜 去監察院把所有台北縣的議員查過一遍 查看看哪些議員在搞建設公司 查看看哪些議員本身家族是在做營建事業 結果發現有三分之二以上 我們台北縣當時的新北市 當時的台北縣的議員 家裡都在蓋房子 所以才會有現在的那個什麼 什麼張慶忠啦 還有什麼黃忠信啊 反正這些人幾乎都在蓋房子 那當然這也都是從財產申報裡面 就可以查的出來了 所以你看喔 吳玉森呢你看 淡水啦 還有剛剛我們講的那個大安路啦 所以從這邊然後再去查什麼 再去查他的那個地震資料 就是地段地號 有這個地段跟地號就可以查了 就可以查說他住在哪裡 OK 再來接下來呢 就是法院的判決 這個人說 這個法院 這個東西在全世界都是使用者付費 比如說呢 我要去查辛普森犯過哪些罪 那在美國的話是 我只要查進去之後 所有的檔案都會留下來 就像當年我們在查 在查 蓮慧欣的美國的房子 宋楚瑜的美國房子 都是這樣子 都是可以用名字 用那個你的PASSPORT 就是護照的名字都可以查 好 那我先給大家講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的司法院的判決 就是說你要查這裡可以有一個選項 選最高法院 高等法院 行政法院 還有全台灣所有的各級法院 行事民事行政跟工程會 全部通通都可以在這裡用選的 那我這裡舉這個例子說 這個人叫鄧湘妹 鄧湘妹說 她生了一個女兒叫張怡華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新聞 當年這個鄧湘妹呢 說她的女兒叫張怡華 然後是孤政府的骨肉 然後呢她要勒索八千八百萬 那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這樣的一個事情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要怎麼查 要從這邊查 我想要了解鄧湘妹是什麼樣的人 好那所以呢我第一件事情 一定都會查她的這個司法檔案 結果一查發現說 來先看一下 就是鄧湘妹有一個案子 93年台上至6167號 是一個強盜強盜罪 那我就要進去看說 這個案子到底跟她有什麼關係啊 結果一看結果一看 好這個都是公開的喔 而且都不用付錢 那這上面就有說被告假圈圈 這以前是可以 這是為了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後 才改掉的 她說呢她在夜仙堡餐廳 也就是星期五餐廳服務 在85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女客叫鄧湘妹 那她們常常有往來 然後鄧湘妹呢 就帶她到台北市的一個房子裡頭 去參觀她的新居 其實這裡本來是有的啦 叫文胡路幾號 106號10樓 然後呢就因為她缺錢 所以呢她就跟鄧湘妹鎖錢 然後結果就把她的勞力士手錶拿去當 你看這都很清楚喔 所以我常跟大家講說 如果各位有這個文學造詣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寫成玫瑰銅玲眼 然後給電視台做這個連續劇的劇本 那這個聖竹如在重新出道以前 她專門幹這個事情 就是把我們法院的這些判決書 你看多精采齁齁 然後就是這個星期五餐廳的女客 跟牛郎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什麼劇情 然後呢這個女客 這個女客呢竟然是孤政府的女人 然後呢從孤政府那邊拿到錢之後 然後去牛郎店 反正就是劇情就有啦對不對 好 我們的連續劇那個玫瑰銅玲眼 就是這樣拍出來的 真的啊 真的真的 好 所以呢這個你看 台灣有多少的什麼 力霸王家的案子啦 紅火案啦 還有多少那種非常非常的精采的劇情喔 可以寫成連續劇或是拍成電影的劇本 都在這些判決書裡面 都在這些判決書裡面 那各位如果看到這些什麼假圈圈啊 如果你看的不舒服或不順眼 其實這個東西 只要是當事人應該都可以連結的出來啦 就像最近呢那個 有一個記者叫林曹勳 他要選新北市的議員 他就把一個他的對手叫金瑞龍 就把他的案子給調出來 那我那天在電視上幫他秀了一下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那個金瑞龍的貪污的 這個貪污自罪條例的案子 比這個黃景泰啊 比劉正宏這些人都還要嚴重 那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有一個叫做 就是他是比較 他是比較民間的叫做 法源法律網 很多律師都用這個 就是你如果做律師 你做律師的話用這個 那用這個法源法律網的話是 那個圈圈叉叉 通通都沒有被遮掉 然後這個弄進去之後 比如說你打王朝慶 然後呢 一進去之後 王朝慶的案子 你就會看到一些 他的整個的糾紛 判決的內容 這塊地呢 就是新店保橋路的土地 然後跟王朝慶之間 他們有什麼樣的一個糾紛 那這個糾紛也造成新店家樂府那邊 就剩下這塊地 那個隔壁的一坪七八十萬都蓋完了 就剩下這塊地還沒有辦法蓋 就是你如果看這些判決書 你就懂了 你就懂了到底發生什麼事 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一些叫做多公報查詢 就是行政院新聞局財政部台北市的 這些相關的資料呢 另外就是包括交通裁決的紀錄 都可以從這些公報裡頭查的出來 比如說來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叫這也是政府公報 如果我打孫雲雲 我要查孫雲雲 我要查他的一些在政府部門裡頭 比如說你去申請過一些社團 或是你跟他們辦過一些活動 或是你被處分 這上面都會有喔 所以你看他在2009年的時候 不對這是他的 對這是2009年的7月份的時候 就是他的車號啦 叫做5210VF 然後另外這邊呢是2288EH 這個是不同年份的車級資料 就是不同年份的這些車級資料 那所以你大概就可以從這些 比如說他有一些車子是租刃的 像這個車號 然後有些是用租刃的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所以我曾經用這樣的東西去查說 台北市有那個捐地結稅 然後捐地結稅 我一看說 哇怎麼會有一個公司叫鼎立工業 就在龜山 然後呢他捐一年大概捐了 二三十億的這個道路用地 然後去捐給台北市政府 結果後來呢 我也是用這個車級資料 找到所謂的鼎立工業的車號 然後呢再去鼎立工業查經濟部商業司 然後再找到負責人 然後再殺到他們公司的地址 這樣子大家有沒有聽懂 就是找到車 車找到公司 公司才找到負責人 跟他們公司的事情 我自己塞車去公司門口 要把他們拆放就這樣子 OK 好 那結果呢 好來再來這個就是一些 比如說這個通緝資料 像最近有一個人喔 叫張俊宏 然後你把他的身分證打上去 你就會發現說他被通緝了 因為呢他應該要去坐牢 他不願意去 所以呢這些東西都可以 比如說你把房子租給人家對不對 那你要看看說他有沒有被通緝 那跟你租房子的人都會跟你簽所有權人跟身分證字號嘛 好那你如果你把你房子捐給 租給一個通緝犯 那多可怕 所以呢你就可以進去查一遍就知道了 那這裡頭其實包括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 還有包括了調查局的一些資料都會放在這邊 好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的是房地產的喔 等一下喔 呃 是 有沒有中 中介 中介 不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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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好耶 對啊 我又沒有做壞事 我又沒有做壞事 好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是一些房地產的喔 房地產的就是這個叫地震資訊 地震資料的查詢 地震資料查詢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地址 那你就可以把一個同一個地號 同一棟樓 比如說我打一品大廈 連佔了一品大廈 我把它的地址打進去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整個一品大廈裡頭住多少人 像最近喔 最近夜市園不是買一間房子的小三 叫一品院 我最近就常常不睡覺的 在晚上查那個 這些叫做投錢重畫區 新莊復都心啊 我在查說 這棟大樓裡面住誰 看有沒有熟悉的名字 結果那天才查到說 我樓下住了一個外交部長 樓下我不認識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他的名字就在我們所有權狀上面 好 那這個怎麼查 就是地震資訊網的話 這個幾乎全台灣都可以啦 幾乎全台灣都可以 所以當年呢 高雄有一個候選人叫黃俊英 他呢用了一個 六合彩組頭的進學總部 那個資料也是我 我在報紙上寫了之後 那把它給炒起來的 因為我常幹這種事情 包括什麼阿妹去買信義之心 那個是我有一天 張亞晴要開新節目 那我把張惠妹買信義之心 送給他當那個新聞 好 那這個怎麼查 就是 一進去 在 比如說我打進去 當然 他要有 帳號跟密碼 那帳號跟密碼之後呢 你就 從這邊選 從這邊選 就是 所有權 然後還有貸款 就是這間房貸款 貸多少 全部通通都可以查得出來 所以你看這是地保的 地保的所有權人 照這個序號來排列的 所有的資料 那這上面還有包括你的借款 台北富邦銀行 然後借款多少錢 你的借款的時間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 全部通通都有 全部通通都有 所以大家想說為什麼我們做記者可以知道這麼多 因為 等到都可以查 查一筆多少錢 我們只要付費去查就好了 但是呢 不可以隨便拿來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你看喔 你看 這上面是包括 都要頂心衛家的 頂心衛家在地保裡頭 就是這幾戶 從序號 220 然後這些全部通通都是頂心衛家的房子 所以我們在統計他的這些 每一戶 每一戶一個序號 每一戶一個序號 所以這上面的那個資料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五分鐘 然後呢 大家想想如果你有問題要問 或是要考我的 那可以先那個 先稍微放鬆一下 我先把他停在這邊 好不好